原来引导花坛站间的耗制故障在今天进入第四天了 目前查出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突破干扰 造成了耗制故障显示红灯影响到了行车 那么经过彻夜封锁路线进行抢修测试之后 在今天的首班车一直到上午11点为止 列车都是正常行车 目前现场是持续的监控观察 而根据台铁的统计 这三天下来影响旅客人数超过了7.7万人 经过台铁彻夜抢修 首班车总算正常行车 只是连日来不断的听到叮叮叮的声音 附近民众说真的快崩溃了 中秋廉假偏偏这时候出状况 台铁园林到花坛间耗制故障进入第四天 终于查出是因为突破干扰 造成耗制故障显示红灯影响行车 经过彻夜封锁路线施工 筹换电缆凌晨完成测试 就怕突然又故障 面对不稳定的状况 旅客还是很担心 台铁号制故障时尚抢修最久 从8号开始到10号 统计影响车次总共396列次 合计延误时间达14766分 旅客更是超过7.7万人 台铁表示 凡列车误点达45分以上 对号列车可全额退费 电子票证旅客当次乘车免扣款 定期票延长使用期限一日 只是究竟干扰员哪里来 加东部要求台铁一定要找出原因 追根究底才能避免类似事件 在上演 姐的容貌中央报道